来看防治性剥削 英国广播公司BBC日前播出关于2019年曝光 胜利、郑俊英、崔忠逊这些南韩艺人 涉嫌偷拍散播不雅影片 涉及警体性暴力犯罪的纪录片 一天内点阅破了300万 也让南韩性犯罪的议题受到非常大的关注 其中儿少性剥削案件越来越多 为了防止没有成年的孩子不雅影片在网络上散播 首尔政府推出了利用AI监控系统快速侦测 包含儿少受害者的内容删除 而且还会送交检调单位 希望能够把伤害很快降到最低 一名16岁少女的恶梦从误入兼职聊天工作开始 手机另一头开出条件 只要聊个天就能得到15000元台币报酬 若是发送自己私密部位照片 还能加码1000多台币 只是懵懂的女孩没想到发送后 对方不仅不付钱 反将图片传播出去 类似情况 一桩接一桩就连身边尊敬的老师 也可能是施行性暴力的恶魔 A 씨는 카카오톡이나 텔레그램 메신저를 통해 여자친구를 구한다는 내용의 대화방을 만들어 피해자를 물색했습니다 초등학생이나 중학생에게 성적 행위를 지시한 뒤 이를 촬영하도록 해 전송받는 방식이었습니다 피해자는 120명 제작된 성착취물은 1900여 개에 달했습니다 首尔这名老师的行径 持续长达6년才被揭发 最终被判刑13年有期徒刑 通过网络传播的性犯罪 日益猖獗 尤其青少年受害者予以俱增 根据南韩女性家族部数据 2023年删除的私密印象有24万多则 光是关于儿少的就占了21.6% 为了防止损害再扩大 首尔当局开发出能掌握 儿童青少年性影像的AI技术 展开管制 컴퓨터 화면 검색창에 여고딕물이라는 단어와 함께 사진 한 장을 첨부했습니다 그러자 잠시 뒤 온라인상에 아동 청소년 피해 영상물로 의심 되는 이미지들이 뜹니다 这是首尔市政府 推出的监控系统 通过一年内让AI浏览 1500件内容来学习和训练 现在只有90秒 就能辨别出性影像中 是否有儿童或青少年 大为缩短原本人类 需要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速度快以外 准确率也很高 그래서 예측을 해보니까 저희가 85% 이상의 나의 예측 연령대가 정확해졌고요 얼굴이 나오지 않더라도 이런 교복이나 아니면 이런 인형 같은 영상 속 다양한 사물을 통해서 피해 영상물에 대한 정확도를 더 높일 수 있습니다 系统筛選过后 即便没有受害者举报 政府机构也将迅速删除 这些流传在网络的影像和图片 并送交调查机关 作为日后取证资料 会开发这项技术 原来是因为 不少孩子在事发后 不敢让家长知道 导致第一时间 没能及时阻止 如今首尔政府 有了AI小帮手 便能轻松帮助受害者 中断私密内容传播 只是事后管制 当然不够 尤其是近期 发生的这些案件 让呼吁 设立预防法案的声浪 排山倒海 南韩最高学府 首尔大学 竟重演恩浩房事件 这名全身黑色打扮 戴上帽子口罩 进入建筑屋的 30多岁男子 就是将校友等受害者 照片移花揭幕 合成私密照片和影像 并在Telegram群组 传播的主谋之一 他和共犯及另外三名 涉案人士 日前已被南韩警方 逮捕宋建 还有前BIG BET成员 李胜利在2019年 遭报他经营的酒店 涉嫌流通非法药品 勾结警局高层 罕信招待 甚至和歌手郑军英 前FBI 崔忠逊等人 涉嫌性犯罪等 恶劣行径 近期在BBC纪录片中 完整揭露 掀起海内外 越烈讨论 性犯罪频繁 促使南韩各界 要求政府 加快脚步 祭出防治措施 敦促设立AI基本法 贺阻生为犯罪的同时 也有人建议 修整电信事业法 加强审查和限制 因为匿名性较强 成为法律漏洞的通讯软体 希望透过不足 现有法律缺失 从根本防止网络 成为南韩性犯罪温床 TVBN新闻 综合报道